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轉速器的量測 通常一般的轉速器 我們公司賣的RMD500、RM1501 或者是DT2236A這類轉速器 它幾乎每萬轉才差1到2左右的量測值 那誤差規格的話會在4到5之內 會看1到規格的說明書來講 不過通常送我們實驗室得到的數據 大部分就會落在這裡 那我們這一次呢 來做個很簡單的封速器 量測給各位看 以及介紹這個轉速器的量測原理 轉速器呢 我們RM1501來講 當你開機完了之後 它會顯示010 按一下之後上面會有轉燈在上面 有沒有看到 轉速器就是透過這輪燈的反射 來做量測的 所以呢 它不是靠什麼很特別的感應能力 它實際上它算的是閃屏 所以說呢 你看我這邊往上照的時候 它會照到那個日光燈的那些閃爍 所以它數值也會有變動 如果說我今天拿這輪燈在它前面晃一晃 你看它的數字也會改變 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跟它那一輪燈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說它環境只要燈光夠 可以反射夠多 它這輪燈就算是壞掉 這樣就量得到 好我們現在來讓這個風扇轉動 有沒有注意看 我的反射貼紙是貼在中心點的上面 我不是貼在葉片上面 為什麼 沒有人知道 因為葉片一共有幾片 這邊一共有七片葉片 所以說如果你是量葉片的話 就不用貼這個 但是缺點就是呢 它轉一圈你會量到七次 所以你還要處理七 很麻煩 那不然就是貼 貼個貼紙 貼在這邊 那這個圈圈在轉的時候 沒閃一次就變成是轉一圈 這樣就簡單多了 那也不用貼這麼大 那我們是故意貼這麼大 好識別而已 OK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轉速器正常來講 要測轉速的話 應該是貼在馬達的軸心 而不是貼在葉片上 軸心偏一邊 不是貼在正中間 你一定要偏 你不偏不行 因為 我說過 轉速器它的原理就是 量色光的閃爍而已 所以說 你今天是要讓光 遮回來 沒遮回來 遮回來沒遮回來 這樣子 要明顯這件事情 所以說呢 在葉片這邊光也會穿透 所以葉片也會造成光的改變 所以說 如果說 你量葉片實際上也是量得到數值 而且數值會量得很大 為什麼 看你三片的葉片就是會有三倍的量測值 七片的葉片就會有七倍的量測值 了解 那順便講電源供應器 電源供應器 我常講 限電壓 定電壓 跟限電流 的事情 來我們這個 風速 這個葉片的話 他吃五幅的電壓 他電流吃多少 大家知道嗎 我猜沒有人知道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他貴格上面沒有血 對不對 沒關係我們就給他一安培 我們先給他一安培的電流 一安培的電流給他 那 等一下使用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他這個會吃多少電流 這個按R 然後 他開始吃 你看到 電源供應器顯示 他現在吃的電流 大概 會從0.3到0.5A一直跳 我剛才設定一安培給他 但是他沒吃到一安培 他只吃到最多到0.5而已 這樣你能了解 他的風速現在穩定 沒有什麼問題 好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拿我們的轉速器 來量測 我們的DT2236A的話呢 他量測的時候 轉速是調到這邊來 最左邊 然後按上面這一個打個光 打個很亮的光 他光打到這裡 白色之後他就會顯示 他現在的轉速值是多少 會有看到 大概在2700轉左右 OK 那如果我打葉片這邊呢 我不要故意把他打到葉片這邊 他數字在上升有沒有注意到 為什麼 因為葉片他的那個次數比較多 配到4900 但他反射不是這麼好 所以有點不太穩定 OK 好 那我們現在來 今天的問題學生來了 來 打光 量不太到 他對這個感應是沒有的 對 對 為什麼 因為光反射不夠 來 首先 手機 誰家手機會打燈的啊 手機 有 等我一下 然後 光請打這裡 謝謝 就好 我不見了 你按到了 那我先講 因為人手拿會晃 所以呢 超過 轉速很高的時候呢 請務必一定要拿那個三甲架把它固定住 所以要超級亮 霹靂無敵亮 對 因為他吃光的那個 他吃光的那個要求比較高 所以注意看 這樣光已經亮到 連他自己的紅燈都快看不到 但是他也量得到 紅燈 打光 看不到 真糟糕 所以說 這樣你就知道 他的一個量測原理在哪邊 好不好 夠亮還可以 嗯 嗯 好 兩千七 但是不是這麼的好 因為 受光 吃光的那個能力不是這麼的優秀的情況 會發生這種問題 那 最早的時候呢 我們客人如果只有兩盞 日風燈的時候 我就建議他說 你一定要多補機展 因為他兩盞到數值會偏高 然後 把日風燈的數值算進去 不過他現在連日風燈感應不到 可是照你這樣講 那我們在門市如果要測這一台的話 就要幫他打個SPA-LINE 你可以這麼講 碳照聲去照他那是更好 那 好 回到電源供應器 我先把他停掉 如果我把他剛才電流吃到0.5A 對不對 我故意現在只給他0.3A 給他0.3A 你是說他經常會吃不到0.5A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加速變了 不覺得動不動 因為呢 為什麼電壓上不去 他電壓是穩在0.2V多 是上不去的 所以電流不夠大 他已經推不動他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故意來 熱修 現在0.3A 調到0.4A 0.4A 還是不夠力 沒關係我要衝來 0.4A呢 也不夠 他也是維持在0.2.6A左右而已 這樣不會燒掉嗎 不會 因為電流流太小 好吧 那表示說我們要更高 0.6A 他能啟動電流比較高 0.6也不夠 表示說 他瞬間啟動電流 是遠高於這個的 不過呢 跟我做個實驗試試看一下 好不好 當然我沒講 他轉不動 所以他的電流 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高很多 電流超過 所以一瞬間的時候 他可能是持降近1A 然後之後才 緩降到 這麼低 你那個電流還是在5V嗎 電壓是5V啊 電壓沒有變動過 雖然我現在給他2A 他也不會轉的比較快 那我怎麼樣他轉的更快呢 當然就是把電壓給調高 我從原本的5V 把它調到6V 就變很快 你看就變快 就是電壓跟電的快 那我如果我電壓一直加上 就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因為電壓一直加 他電流會要求更高 就那個程度的時候 他也不轉 為什麼 因為電流又不夠 那他會少掉 當然 如果你給他現在來個 20V 電流又夠的話 他就完蛋了 好 今天加緊加緊到這邊 他有沒有問題 有人要發問的嗎 女生真的是 好像她那麼快 他就已經讓腳跟著 就很好 他剛才看到 你不是他 就這樣